你知道牛津大学女学霸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 她的一天过得能有多拼吗 早上八点 安妮准时苏醒 现在的她完全不需要闹钟 一到点就会自然醒来 安妮今年二十岁了 目前就读于牛津大学 她每天醒来后 首先会前往卫生间简单梳洗一番 接着再出来做一个沉间护肤 这个年龄段的女生正是爱美的时候 因此就算上课再赶时间 护肤的步骤都不能省略 她对自己的颜值还是相当自信的 基本上出门都不会化妆 安妮没有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而是选择了住宿舍 会选择住宿舍的原因也很简单 里面生活设施非常齐全 除了洗衣机外 厨房冰箱通通都配置了 根本没有住外面的必要 看了一下时间 距离出门还早 于是她说干就干 准备做一个雪碧泡黄瓜 等想吃东西时还能用来解解馋 这道菜是父亲教她做的 毕竟一个人在国外上学 人生地不熟的 食物也不知道吃不吃得惯 自己学会了怎么做 什么时候想吃了随时都可以做 雪碧泡黄瓜的做法也很简单 首先将黄瓜削皮切片 随即全部放入碗里 接着再切几片柠檬 少许的辣椒 放到黄瓜片的上方 倒入适量的醋进去 最后再倒满雪碧 撒一点盐巴 把盖子盖上 放到冰箱里冷藏12个小时即可 到了早上9点 安妮已经从宿舍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 校园里学生并不多 毕竟还没到上课时间 于是安妮决定前往图书馆 坐下后把包里的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以及水杯都拿出来 就开始了她的学习时间 安妮最近有个学习计划 那就是在两天的时间内 把一本500页的学习资料看完 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天 她还没有看完一半 剩下的今天必须看完 由于上午没有课程安排 她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三个小时 结束时已经到了中午12点 学习的太认真了 导致她到现在早餐都没吃 更痛苦的是吃午餐的时间也没有 12点有一节课 她只能饿着肚子前往教室 但这对她来说已经习以为常 毕竟不是第一次了 她经常因为过于沉迷学习 从而导致类似的情况发生 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在台上讲课 安妮在台下会格外认真的听 并且仔细记下所讲的内容 结束课程后 学生们通常会鼓掌 以此来表达对老师的肯定 现在安妮终于可以去吃点东西了 她并不打算吃正儿八经的主食 而是约上同学一起买了根牛肉卷 在马路边开吃 吃完后继续前往图书馆学习 安妮打算花一个小时 对下一节课的内容进行复习 因为台会要上的课程很重要 并且还是采取一对一的形式 而这种学习方式 每周都只有一次 必须格外重视 在课前她需要大量的阅读相关资料 然后写一篇总结论文出来 上课的过程中 老师会根据论文进行提问 安妮则要为论文中的论点辩护 因此她要提前复习重点 很快时间来到了三点 安妮前往上课的教室 每周的这个时候她都很紧张 毕竟要跟老师单独进行辩论 每点心理承受能力还真不行 四点半课程结束 今天的表现还算不错 肚子饿了她买了一个面包 还别说挺好吃的 在这之后安妮又来到了图书馆 开始了她的学习时间 可以看到她这一天 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去学习的路上 给自己定下的学习计划 资料才看了三百页 她现在必须加快阅读速度 否则今天根本无法看完 在图书馆待到七点 安妮来到了学校食堂 看起来丝毫不像食堂 反而像一个派对 点了一份牛排分量很少 也不知道她吃不吃的饱 晚上八点半 安妮准备回宿舍了 回来后过了一个小时 她就感觉到了饥饿 于是来到厨房 准备做一个麻婆豆腐 没有任何悬念 这道菜也是父亲教她的 在家里的时候 通常也是父亲做饭 父亲的厨艺可是受到全家认可的 很快食物就好了 不过这个印象中的麻婆豆腐 好像不一样 里面还放了肥牛 为了讲究荤素搭配 她还做了一份素菜 用勺子舀了一勺麻婆豆腐 配着米饭一起食用 味道别提有多美味了 吃完后洗个澡 休息了一会 时间来到了十一点 安妮开始学习 准备把剩下资料都看完 累了就吃点雪碧黄瓜提神 十二点半看完所有资料 安妮收拾一下早上洗好的衣服 就准备上床睡觉了 这就是牛津大学女学霸生活中的一天了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